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狼指导 我们的朱婷等等 同样是因为另外一个 那就是朱婷与古德蒂在世锦赛的首次兵戎相见 虽然在转回瓦基夫银行队之后 朱婷已经有在国家队比赛中 面对古德蒂的经历 但在世锦赛的舞台 这还是第一次 死守中的古德蒂自从朱婷决定来到海外征战 加盲土耳其瓦基夫银行俱乐部之后 古德蒂成了中国球迷最熟悉的外国教练之一 在两年的时间内里 朱婷与古德蒂相处得很是愉快 后者也成为在朗岛之后朱婷第二位恩师 在古德蒂的跳脚下 原本就是中国排弹佼佼者的朱婷变得更加全面 他也接连帮助球队拿下欧冠和国内联赛的冠军 而对于这位爱将 古德蒂也从不吝啬赞美之词 一直把朱婷是世界第一挂在嘴边 我们的女孩老大郎知道古德蒂出生于1972年9月20日在意大利的摩德纳 1995年古德蒂正式开启自己的执教生涯 在1995年到1998年 古德蒂在意大利执教了一支俱乐部队 在1997年 古德蒂拿到了执教生涯的第一个头衔 年度最佳教练 之后 他成为了意大利女排的助理教练 随后在德国执教之后 辗转来到了土耳其 我们的大朱婷 而他在场编织导师的 真性情更是成为了人们关注古德蒂话题 老爵子 折导 古色爱摔平板的主教练 各种爱称 可谓是层出不穷 来个姑娘们的大合影 在中国与古德蒂的土耳其的比赛中 虽然古德蒂脾气稍微好点 不过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折导还是忍不住摔平板了 但是就这样的老者子 在自己的指教生涯 还是拥有不苏的戴对战绩 就像朗导所说的那样 古德蒂能成为今天的古德蒂 最大的有脸是好学 看着古德蒂有点喜感古德蒂 在指教的这么多年来 身边的助教客位是及各国所有 美国 日本 意大利 土耳其 德国 他甚至希望请中国教练 进入他的团队一起工作 目的就是从不同国家的教练身上学习不同的训练方法理念 更好的武装自己 更好的趁这离不开我的功劳 看到这样的古德蒂 还是主要他带领的土耳其 更够打出自己的真实实力 更祝愿在狼行指导带领下的中国女孩 在这次市井撒水德加 系 都共同加油 好优优装 很久以前的